胃镜和肠镜是不可以一起做的 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的消毒问题 胃镜检查呢 那么我们首先呢 是让病人呢准备胃肠道 比如说做胃镜之前呢 前一天晚上六点以后呢 就不能进食了 当然可以进水 那么第二天做检查的时候呢 早晨是要空腹的 那么到了胃镜时以后呢 病人需要口服一些消粘液的 以及消泡剂来使这个胃腔清洁 然后呢 病人躺到床上以后呢 就是用 那么我们的胃镜 大概就跟我们的小拇指一样粗 从病人的嘴里面 那么进入到胃腔里面去进行检查 那么肠镜呢 这个是首先要进行一个肠道的准备 肠道准备 对肠镜检查的结果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说肠道没有准备干净的话 那么肠腔里头呢 很多的大便 那么非常影响检查效果 所以病人在术前一天就要开始清洁肠道 服用卸药 在术前呢 把肠子拉干净 拿成清水 那这样的时候呢 进肛门进境 那么肠镜呢 是比胃镜稍微要粗一点的 我们通常是会从直肠做到回盲部 整个的大肠会看完的 肠镜做起来的话 如果是不麻醉的状况下 病人还是会比较疼的 澄湿 澄湿